2月14日是情人节,我们的记者在香港国际机场捕获到TVB艺人黄志文跟好姐妹赵希洛刚刚从纽约时装周回来,两人见到我们也大方地接受访问,问到新冠肺炎疫情有否影响两人在当地的行动,两人就表示疫情对美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不过自己也有在当地搜罗口罩跟消毒用品。 有啊,我很不客气,我一想车给他,他就问可否车我去买 因为平时我们下机一定会想,在哪里买东西,去买东西,今次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帮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去搜罗这些资源,因为知道香港物资比较短缺的地方 所以我们去到那边逢是看到草莓市,有那些大的superstore或者supermarket,就会找 所有这些类型有机会买到的,我们都尝试过去找 但是没有了,口罩就真是零一盒都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啊 但反而一些经纪用品,消毒用品就买了,希望可以分享给一些朋友 另外,两人刚好在情人节回到香港,不知道是否当晚要赶着跟另一半庆祝呢? 我就说回来拍,其实我不知道原来今天是四天早上 其实我们真的很忙,因为今次我们整个行程是很赶的,由我们上机一直忙忙忙到下机 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睡得好像蜥蜘蛛 因为我们去到那边逢是一天,而且每天基本上只有两个小时睡觉 因为今次我们跟造营师一起去的,变成我们很多行程都真的要自己去一手包办 招覆自己想着造营啊,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去做的 所以就会少点时间休息啦 所以今次,今天,其实我都不知道原来今天是这么厉害 对不起啊,我都不知道 所以可能都休息一下先,今晚都会 或者稍后再补复吧 此外,前TVB花旦杨仪一天前宣布怀孕六个月 亲眼见证杨仪跟罗仲谦练情发展的黄志文跟赵希洛 当然大放送祝福 他知道,我不知道,你没告诉我 你这么out的 因为我在那边都有看show media 所以真的很等他们开心 因为真的见着他们一起 就是岸哥三十六个小时 跟他们一起去海洋公园 你什么?你好像不知道 不,就是我们拍到岸哥三十六个小时的时候 都见证于他们一起认识 对啊,做朋友啊 就是又见到他们的gift 所以今次他们有自己的小朋友啊 所以是特别替他们开心 对啊,我也恭喜了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带 就是三个其实八百的鼠鼻 Oops,落了他,sorry 罵你赢了 母方娶美,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